你具体说这怎么回事 咱们把它掰开揉碎给大伙说说 首先一个 什么叫价值观输出方式的人性化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家长教育孩子 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未来为主播效力 实现个人价值 你讲这些可能孩子不懂 有距离感 那么你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来教育他 他可能就更愿意采纳你的一些看法 能够跟你的思维结合在一块 或者有事你批评孩子 批评的太生硬 他很难接受 敌处叛递 好 那我相对软化一点的 循循善诱啊 尊尊教诲啊 他可能接受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所谓价值观输出方式的人性化 不能太生硬太空洞 你要在这方面呢 咱们实事求是说 美国的大片做的非常好 很多人都以为说 美国大片没有主权率 那错 美国大片同样有主权率 他也无时不刻的在向全世界宣传美国的价值观 但是他的价值观输出呢 不是空洞说教 他有非常人性化的表达方式 能够让你在不知不觉期间呢 哎 心甘情愿的去接受他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